首都吉隆坡安邦在野五级博麦花园土崩事故的救援行动宣告结束 搜救大军昨天晚上深夜接连寻获了罹难者的遗体 证实这起事故已经酿成了四个人死亡 一个人受伤 警方劝请受灾的居民尽快撤离家园 暂时安顿在临时收容中心 安邦在野五级博麦住宅花园 昨天下午5点40分突然轰的一声发生土崩 居民亲眼目睹事发档时 树木连根拔起 夹带山泥倾泻而下 至今心有遗迹 当局动员上百人集结成搜救大军 第一时间赶到事故现场 争分夺秒搜寻生还者 有5名居民受困在山泥里 搜救人员率先救出一名老翁 而老翁的妻子则是在晚上发现已经罹难 当局随后再寻获一具无意男子的遗体 接着在昨晚11点半 搜救队伍也发现了 水兰儿水务公司的工作人员 相信是事发档时 在附近维修水管才遭到活埋 搜救人员随后在凌晨1点55分 寻获最后一名罹难者的遗体 同时呼吁在区100米范围内的居民 尽快撤离到安全地坊 随着最后一名死者的遗体被寻获 搜救行动在今天凌晨10分宣告结束 目前还在鉴定所有死者的身份 不过警方会在灾区展开24小时巡逻 确保不会有人潜入居民住家干案